猪肉香锅虾米可口的馅料一手抓 料多饱满又香喷喷的粽子谁能抵挡的料 不过这油亮油亮的肉粽热量真的不低 一颗直逼500大卡 等于女生一餐应该摄取的热量 因此营养师就建议应该采用三一原则 肉粽有大有小嘛 可能到300卡到600卡都有 那像吃完肉粽的话 很多人可能一次会吃到两颗 相对热量就会超过一餐的需要量 所以体重比较容易增加 那我们建议说端午节吃肉粽的话 会先吃一颗一餐一颗 那我们可以再搭配青菜 因为肉粽当中的纤维质是比较低的 这样饮食会达到均衡的目的 像我们一般吃肉粽可能就比较干嘛 所以很多人会希望搭个笋子汤 然后笋子的纤维量也还蛮高的 或者说再另外独立一盘青菜 那因为本身肉粽就已经有油脂了嘛 所以我们建议说可能烫个青菜 营养师也提供粽子热量表给大家做参考 夏天很受欢迎的冰金粽160大卡 豆沙粽一颗也要255大卡 热量第一名的就是传统肉粽460大卡 得走路两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 而粽子的高热量不只会使人发胖 有三高肾脏病的患者更要节制 以免造成身体负担 三高的病人尤其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血糖粽子一颗两个下去的话 可能会飙得非常高 有些粽子它含的这个原量高 有一次有调味料 加调味料以后含量高会让血压不好控制 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将来的这些 不管血压或者是病人潜在一些心血管部分 会造成很负面的一些影响 在使用这种粽子的时候 基本上是希望说正餐的量要减少 正餐要减少 或者说你把这个粽子拿来取代正餐 但是问题是粽子里面的这个成分呢 可能缺乏蔬菜的部分 那么蔬菜我们可以就增加一点蔬菜的摄取量 一是提醒观众朋友 糯米制品属于较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有胃病的民众最好少吃 另外食用后也可以搭配运动帮助消化 让端午节吃得开心又健康 至微停台中冲不倒